現在要進入這一段的重點叫做透鏡跟透鏡成像 重點叫做透鏡成像 先介紹什麼叫透鏡 就是一個透明的東東 然後讓光線進去會有折射 就叫做所謂的透鏡 我們國中介紹兩個叫做凸透鏡跟凹透鏡 凸透鏡有三種 雙凸兩邊都凸 平凸一邊平一邊凸 凹凸一邊凹一邊凸 叫做有這三種 折射鏡也有三種 雙凸兩邊都凸 平凸一邊平一邊凸 凸凸一邊凸一邊凸 我咧 老師 你有一個凸凸一邊凸一邊凸 你有個凸凸也是一邊凸一邊凸 那到底是凸還是凸 最後一個字是凸的凸透鏡 平凸是凸透鏡 凸凸也是凸透鏡 問題是你到底怎麼分啊 這樣子分 中間比較厚的 這叫做凸透鏡 重點 凸透鏡的作用可以匯聚光線 匯聚光線 我們用一個三菱鏡來模擬 我們曾經跟各位講過三菱鏡 會折射向後的那邊 我們記得嗎 所以看這叫做中間比較厚 來就光線就匯聚了 所以凸透鏡的功用叫做會怎麼樣 匯聚光線 那反之中間厚的叫做凸透鏡 那中間薄的叫做凸透鏡 凸透鏡就是中間比較薄的叫做所謂的凸透鏡 凸透鏡的功用是可以如何 匯聚光線 那凸透鏡就怎麼樣 發散光線 我們一樣 用三菱鏡來模擬 這叫做中間比較薄對不對 然後折射向後那邊 光進來散開來了 發散發散 所以凸透鏡會怎麼樣 發散 凸透鏡會發散 我們有一些考試題目 你只要記得凸透鏡會匯聚 凸透鏡會發散 就解決了 所以這是個重點 keyword要記得 什麼叫凸透鏡 中間厚的叫凸透鏡 什麼叫凸透鏡 中間薄的叫做凸透鏡 凸透鏡有什麼用 凸透鏡可以匯聚光線 凸透鏡有什麼用 凸透鏡會發散光線 這叫玻璃磚 平的 從我的圖上面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經過兩次折射之後 這個折射光跟原來的光是平行的 但是多了一段小位移 那位移會有多少跟厚度有關 如果你越厚 它位移就會越大 越薄 越小 這叫做玻璃磚 會有一個平行 但是有一個小位移 這個題目也有人考過 所以希望你能夠記得 就是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下透鏡 介紹一下凸透鏡跟凸透鏡 OK嗎 OK 很好 接著我們要介紹的是透鏡的一些名詞 第二個名詞叫靜心 會叫光心 它有一個特點叫做 光如果穿過靜心 不生偏則 不管從哪個方向照 都會不生偏則 實際的情況是 它會偏則 但是我們薄中膠裡的透鏡 都假設是一個長薄透鏡 就是很大很長 可是很薄 中間內它就像小的玻璃磚 所以它講它會有一個小位移 可是因為很薄 所以位移變得非常的小 當作忽略不計 所以我們就說它是不生偏則 這是一個重點 透過靜心的不生偏則 待會後面要用到它 主軸 中間內還有主軸 畫雙就是圓心 畫一個圓 圓心畫一個圓 兩個膠型就是一個雙凸透鏡 那兩個圓心的連線 叫做所謂的主軸 它會垂直我的透鏡 會通過我的靜心 這是重點 焦點 就是折射光會相較那一點 叫做焦點 它有兩種 一種叫做石膠點 就是真正的光線會折射 真的光線會聚集的那個叫做石膠點 可是凹透鏡是發散 那會不會真的在那邊匯聚 不會 它會 但是它延長線可以匯聚 延長線匯聚的那個點 叫做虛膠點 所以膠點有石膠點跟虛膠點 石膠點跟虛膠點的膠點 所以左邊這個是凸透鏡 光線真的會匯聚 這個叫做石膠點 右邊是凹透鏡會發散 可是延長會匯聚 這個叫做所謂的虛膠點 虛膠點 OK 焦距就是膠點到靜心的距離 可是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你通常都只量到鏡面 因為你量不到靜心 但是理論上的焦距是到靜心 那因為我們教的是長薄透鏡 它很薄 所以差一點點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OK 好 而且越平的膠距越長 就更沒有關係了 所以焦就是膠點到靜心的距離 叫做焦距要懂它的意思 所以 主軸 石膠點 石膠點到靜心的距離 就是所謂的焦距 就是所謂的焦距 OK 就剛剛講的意思 那凹透鏡 發散 延長有個虛焦點 虛焦點到靜心的距離 就是我的焦距 焦距 所以了解一下什麼叫做焦點 了解一下什麼叫做焦距 好 凸透鏡 陽光下 就是小學生就玩過 那個拿來燒螞蟻的壞蛋 那個做這種事 好 哈哈哈哈 這個 問你 如果是凸會怎麼樣 如果是凹會怎麼樣 這很簡單 這個小學的時候就應該玩過這個遊戲了 好 凸的話會如何 凹的話會如何 來帥哥 這位叫做13號 凸會怎樣 凹會怎樣 會有什麼現象就好了 光照過來 然後凸透鏡 會有什麼現象 你說什麼 會聚集會有什麼樣子 好啦好啦 不要欺負你 那如果是凸透鏡呢 發散 發散 好啦算你答對了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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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透鏡就會匯聚 會有一個亮點 會有一個亮點 如果你沒有完全聚 就變成一個亮區 變成一個亮點 就是你們拿那個壞小壞蛋 上來上來的那個亮點 好 然後這樣 然後二次發生就變成一個暗區 這就是跟你講一下 突透鏡跟凹透鏡的一些名詞 然後一些現象 這就是我們最前面跟各位介紹的內容 好 同學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